不知道為什麼我老覺得到市立學校來 跟大家見面就充滿了希望 總覺得好像有一個偉大的工程 我們可以一起去完成它 我說的這個偉大的工程是人的心靈工程 二十世紀以來走到今天 世界的心靈在目前是有殘缺的 有太多的殘缺 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在資本主義的推動下 西方為了爭奪自身的利益 在他們自己不周全的文化發展中 所謂的不周全的文化就是 從他們自古以來的那種絕對的 或者二分法的不是惡就是善的這種 二分法的或者就是絕對的 單一以上帝為主的這一種 不周全的文化活動文化意識 而後以利益為先導 大家打這個你死我活 在西方文明最高峰的時候 以至於發展到今天 那麼二十大戰之後 歐洲自身對自己的文明沒有原有的信心 而美國獨大擁有了它特有的一個世界的勢力 以至於到現在墮落了 那相對於十九世紀 相對於反省整個西方文化的缺陷 在他們的思想上意識形態上 就是馬克思主義 於是馬克思用最激烈的方式 全面摧毀的方式 希望能夠重建歐洲社會 重建人類社會 不是歐洲社會 人類社會 以至於它以西方的社會為人的藍圖 為人的模型 全面否定人類社會 包括東方 正好東方也是在最衰弱的時候 特別是以代表東方的中國 那麼也因此就集起了原始 毛澤東共產主義 我用原始毛澤東共產主義 因為他們分好幾個階段在變 到了鄧小平又是一變 到了今天習近平又是一變 在這種情形底下 那麼原始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 也同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 全面摧毀性的這個觀點 希望能夠一切歸零 重建一個它理想中的新中國 所以實際上二十世紀 固然在物質文明上 確實在西方的科技發展中 帶到了高峰 可是對人類的摧毀 以及人性的否定是非常巨大 往下 往下可能是一個新的心靈工程的 像女娲補天 女娲補天有它的最大的象征意義 天垮了 其實就是人垮了 然後出來一個 在那個時代以女性為代表 也就是能補齊不足 而生其心生 能補齊不足 再生力量 再生力量 的女娲 作為代表 的女娲作為代表 補天 以挽救世界的生靈 以挽救世界的生靈 我們從象征來看 女娲就是一個再生的力量 那今天面對的這個世界 希望我們是參與這個再生力量的一部分 所以我每次見到你們就覺得充滿了希望 我們進入今天課題之前 大家有沒有要討論的問題 哦 上次上課 我講到 漢武器的時候 對於師叔武器的整理 我最後講是把它看完 或是最早這個 中國的憲法的建立 那後來我講一講 也是人類憲法的建立 管義的 是廣義的 不是現在的憲法之一 不是以英國的大憲章 來作為範例的意思 他比較寬泛 但是他提出了 大憲章是提出了英國 他們如何在政治上 不准皇權專利嘛 然後如何的能夠分權 然後以達成 大家在權力分配上 資源分配上的公平性 那這個後來成為歐洲的 這個民主立憲的 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典範 可是在中國來講 我們就這個意思 然後把它追溯擴大 在漢武帝的時候 列五金 那麼五金 五金就是對人生的最大的保護嘛 所以歷代的皇權 不足以破壞了這個 一個國家和政府最基本的責任 它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 維持人類文明 還有維持人性的不墮落 那我後來想說 可是這個這樣 是不是在西州的時候 就在幾幾個 比如說 頂的話 多光那個就不夠 那不是就更會提到嗎 西州的話 我們說過它就是詩書嘛 那麼它已經具備了這個處形 沒錯 你說得很好 漢代是復古更化 漢代所做的是復古 復西州之古 不西州禮樂之古 不西州禮樂之古 但是呢 更化 隨時 聚敬 而有所 我們一定要看到 怎麼 那麼 怎麼 化為 心智度 化為 心智 然後 以力 名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 礼 于时 聚静 三网 一礼 以何时也 三网一礼 一何时 就是下有下的礼 三有三的礼 礼那个时候是制度 就制度而言 你不能够这样子推 在那个时代 他只有诗书 他用礼乐来展现 最具体的是展现 人类共同的理想 那是一个从上古时候的一个演技 在下山的时候还没有如此 尧顺还没有如此 可是到了西周的时候 集结了这个历史的经验 而后演化成一个礼乐 一个人类共同的共生合作的精神的展现 只到这里 然后透过家族 透过婚姻 使天下各民族 因为借着婚姻 而融合 自然融合成为一个大家族 以这个亲情 以为政治维系的枢纽 那么礼乐是推动这一个枢纽的 一个关键的机制 所谓的礼乐 也请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祭祀 我们今天会讲到 中庸里面非常强烈的提出了 所谓的宗庙祭祀 从祭天祭地到祭先祖 到祭可祭的人 那么经过了春秋 到了战国 春秋的阶段 重要的就是 确立了这个文化 这个礼乐文化 人类共享制的礼乐文化 这个人类共享制的文化 以为民族界限的划分 这个人类共享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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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人类共享制的文化 那么这个人类共享制的文化 这个人类共享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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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最冷的麦当劳夏天 冷气最强的麦当劳 就是古厅这个 古厅这个很冷的 以前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很久没去了 最强的麦当劳最冷 我就坐在那边写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 我都很早就到那里去 这样子我就可以占一个比较完整的座位 我就可以把书堆出来 然后在那边写 然后就早上八点钟 我七点半通常就去了 然后八点钟 哇来了好几个家庭 大家一起来 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是同学 然后孩子们都是小学的 就来了以后 要到一楼点餐 他们大家都 我们是坐二楼 古厅那个要坐二楼 一楼就点餐区 那大人就说 我们去点餐 然后就叫小孩子 就叫小孩子坐在那里 把位置占好 可是大小孩说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点我自己要吃的 个人主义出来了 我就 那生下来就小不头的小娃娃 坐在那里 哎呀怎么办呢 那个大人就指的我 哎呀你们叫伯伯 请伯伯照顾你们 然后就跟我说 大哥拜托一下 我们去点餐 可是也有几个 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吧 说我们公课还没写 我们要赶快写公课啊 我们明天要考试啊 这个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那一区 然后就有一个女士 就说 哎我看你们年纪是五年级 你们是不是 你们说考试 是不是正好 大家要考 小学考试时间 也都很近嘛 好来来来来 到我这里来 我这里有几个 都是要考试的 你们就一起做功课吧 就一下子就像一家人一样 你在国外绝不可能 我想在座有很多 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绝不可能 他们就很 很放心的把孩子就丢下来 就交给一个全员陌生的 然后另外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那个可怕的 今天又有一个 被打死丢在那个坟墓里的 昨天查出来了 其实还是台湾奸不在 被打死的 被炸欺的 然后炸不出来的 就被打死丢出去的 一个人 又抓了九个 那我就不敢讲了 反正时代在变嘛 可是基本上这个底子还是在着的 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惊艳得到 即使在台北市 说是天龙国 然后公寓之间不太往来 可是有事情 哎呀你帮我丢垃圾 等等 大约还是可惜 这种情感 所以我也常说 外劳被做这个民意调查 那么他们来来往往的外劳 都说他们在台湾是受到最公平的待遇 最公平的对待 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在国外 主谱很清楚 个人权限分得清清楚楚 可是在台湾可以带得像自己家人 如果那个外劳尽责的话 又很本分 大家会视同家人 这种特殊情感 就是来自于西州 刚才德明先生所说的 是不是可以推缩到那么早 那太早了 但是那是一个大熔炉的起点 以人为尊 然后大熔炉的起点 那么春秋就确定了这件事 因为春秋 我们大家都以为 匈奴是在北方了 那个南芒是在南方了 这个东夷是在东方了 这个西荣是在西方了 中原就在中原了 其实是在一直到春秋是杂楚的 是混在一起住的 那么我们说过西州是以城邦为主 一个国是一个城邦 城邦外 所谓的江就是田 农民们种田 所以农民们春天耕种的时候 秋天收成的时候是住在江 可是到了冬天是回到城里去住的 那么在野 野之外就是匈奴 就是东夷 我们今天说东夷都还以为在海边 没有嘛 安徽就有一大堆的东夷 安徽就是东夷嘛 叫做淮夷嘛 那么所谓的北方嘛 是杂居在中原之中 但是他们还是从事畜牧文化 然后才是从事掠夺 因为畜牧文化的本身的收成 不能确定 不可靠 所以他就会来抢 城市居民的收成 到了收成的时候 城市居民在交在野收成的时候 他们就来抢 同时所谓的西荣了东夷了 固然在族群上是有区别 但是有的还是同性同中 就像这个谁 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可以查查看 周平王的妈妈 他们就跟 他跟荣族 也是 他跟荣族是同性吧 所以他请权荣来回娘家哭诉 请权荣来帮他打抱不平 那权荣就冲进浩金 就把周幽王给打 灭了 然后再把浩金给烧了 所以周幽王就跟他妈妈到 只能到洛阳 东京去 去维持周天子的位置 地位 周平王 像晋国的利基 利基是基信 那个晋献公 就是杀死自己的孝子 深深 听信了利基 利基是利荣的孩子 女儿公主 利荣也还是跟周是同性 他们是同中 但是他们坚持 我就是游牧民主 我就是维持我原有的生活 所以 齐桓公 九合诸侯 九合就是多次嘛 多次 开诸侯大会啊 然后确定 这一个西州以来的 这个精神理想 合作 共赢 共享 智 我们加一个智 好了 那么 同一这个的 就是中原民族 就是华夏民族 就是同一个华夏民族 是同族 非者 就是非我族类 哪怕是父兄 哪怕是父兄 我们确定了这一个 人类的民族界限 这是秦桑公 就是秦桑公 管仲 以及春秋 五霸 对于 华夏民族的贡献 战国是一个新局面 战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主义的时代 各国为己 相互 互相互增多 然后都要成为 都要成为 富国强兵的霸主 所以有七雄 那么秦始皇说得很清楚 他不再分封他的子女 他说西州的分封 全天下唯一一个大家族 到了战国 还不都是各自为政 相互撒发叩仇 比非亲人还严重 是随事宜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随时时间而改变 再近的亲也都疏远 而不再是亲人 也都如陌生人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时间意识的提出 换句话说这里头就有一个传统观念 所谓的传统观念的建立 什么叫做传统 在时间的变化中 仍然为共同所承认者 或者不变者 这才叫做所谓的传统 传世时间的变异 统是在变异中不变的 那一个部分 那么这才能成为民族精神 国家精神 或者天下的精神 那么到了汉武帝 重建武经 提出人道 武经就是人道 的展现 武经则人道之极业 武经就是人道之极 人道的极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人道的最高峰 展现人之所以为人 人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展现人之所以为人 的最高峰 的最高表现 或者最高记录 另外就是准则 就是准则 人之所以为人 人之所以为人 的最高准则 那么他赋予 他们那个时代 赋予斯书 礼 应该按照汉代 是斯书一礼 月春秋 我把它变成斯书 因为根据前先生的考据 当然不只前先生的考据了 前先生在考据上是大宗了 是总结了 亲以来的考据学上 对于各种版本的考据 他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代表 总结成者 总结成者 那么 所以我提他 不只他 他是代表一群人 这样子的一群 考证的人 跟胡适之那群 考证的人不一样 那么 他们认为一经 完成于秦汉之计 因为一经哲学的 大大的发展 甚至于是在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的时候 是公养学 公养学中含长 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阴阳家 阴阳五行家之学 可是到汉宣帝 一经的哲学 开展起来 内经也随之发展 天地唯一大宇宙 人唯一小宇宙 这个观点 明显而强烈的 表现而且发展 所以他们的考证 是认为真正 一经的定本 当然一经是一个 大中和 八卦可能始于 更早的时期 现在把它推缩 是到福西 六十四卦 把它推 推增到文王 都可能 因为六十四卦 确实谈到 西周初年的各种情况 甚至于跟 三朝之间的 增长的关系等等 可是 变成一部哲学 在宇宙天地中 怎么去认识这个 这个宇宙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种真相呢 六十四卦 每一卦 就是一个 一个大宇宙时间点的集结 大宇宙时间点的集结 每一卦 那每一摇 每一摇 就是在这个大时间点 集结下的 每一个发展阶段 因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时间的 连绵不断的发展 人类历史也是在连绵不断发展中的 一个发展的 在这个大时间 时间集结中的 每一个阶段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 宇宙的时间点中 时间点集 时间的发展中 人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在《易经》中 圣人之大宝约位 以及你能不能根据这个 看到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把它放到后面 所以 《思书》 《礼》 《月》 《春秋》 《易》 我就这么排下来 《易》放到最后 它是一个大总结 大集成 是上古历史的大集成 上古学术的大集成 那么就如同 到了战国末年 老子思想起来 为了推尊老子 老子的思想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大集成 为了推尊老子是一个崭新的新时代的大智慧 为了推尊老子的思想 于是怎么推尊呢 孔子被公认为是传统学术的创造者 那么就把老子说成孔子的老师 然后就去抓孔子到了魏国 就是他最后一次周游列国 到了魏国 然后中间有一段空白 有的人就说他去了洛阳 然后就去拜访了图书馆馆长 我也可能是资源了 不知道 拜访了老子 因为老子是图书馆的 大概是馆长吧 那么他就说了一番 你所做的学问都已经死掉了 他就是于日谢行 俱进 现在要讲新东西了 新东西是谁 就是老子思想 那无可推尊 只有推尊在孔子之前 那么中国学术思想 就是从老子开始 那么到了这个汉宣帝的时候 把一个更新的大智慧出来了 那怎么推尊呢 那么就说他起自于福西嘛 成自于文王嘛 然后周公孔子 注解嘛 用我现在的说法 以吸引全民注意 所以现在市面上讲 《易经》的 其实从历史以来就有 《易经》是来自于福西市 中国学术之源 大陆也很好这么说 台湾也有这么说 或者说老子在孔子之前 写所谓的哲学史 像胡适之就把老子放在孔子的前面 这都无所谓 但是你们这么有心要读中国书 那么钱先生的考据 思想的考据 他是思想史的考据 很重要的一点 他不是一般考据 他的总期程 他可以有一般考据 而且一般考据也非常的精彩 但是他还有重要的是 思想性的考据 还有成书的考据 那本书本大约成于什么时候 那当然他也不是百分之百一定准确 因为资料不足顾眼 所以他会说 没有孙武这个人 那他是根据孙子兵法 和孙兵兵法的文字的结构相对异 一样的 那很可能就是孙兵写的 那么孙武只是传说中人物 那么现在挖出来了 从土从地理的墓地里 取出了地下的文物 有孙武 那么孙兵是他的孙子 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 没有否定的部分 好像就是孙子兵法 完成于著作写定吧 是在战国 就正式订稿 就是他们 古人就是这样 大家传了写嘛 写写写写 咻咻咻嘛 他是一个大学派 他不是谁的著作 古人没有著作的观念 那么后面的人都推尊第一代的祖师爷 或者其中哪一个为代表的 具有创建 明确的创建为代表的 那一个人也推尊他 然后就把自己的观点都放在被推尊 争者的底下 然后成为一个学派的思想 这是古人的状态 还有没有问题 德民 德民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没有 就是他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可以问吗 可以可以 就是上礼拜有讲到西方的心理 就是一分 那本来有提到的时候 从不若一德开始 然后荣德吧 我是讲说跟东方的来做一个 很传统的学术来做一个 你讲或者说一个当务的对应 那时候老师有说 讲就是说从开始念了 变态心理学啊 这些都是从人的病态开始 那荣德是从东方到去 这种一些更深的深层的 荣德是从受易经的影响 然后他也受东方思想的影响 那么他要如何修制 人类心理的千串百孔 在西方来讲 人的成长就是一个 自我压抑 以至于造成自我损伤的过程 所以 人在从小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有很多的不愉快 甚至于是一个强大的伤害 只是人们在成长的需要下 就把他遗忘 那么他就沉到了人意识的底下 就变成人的潜意识 可是人面对世界很多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经不起诱惑 比如这么来 这么说 那么 很可能 他小的时候 他觉得 上面的哥哥姐姐太优秀 他的光芒展现不出来 人很脆弱的 人在生存的前提底下 人本身的心理是脆弱的 哦 姐姐生的母 比我漂亮 大家都赞美姐姐 妹妹就受伤了 哥哥优秀 弟弟就受伤了 弟弟优秀 哥哥就受伤了 所以大家都千尝百孔 那 独子独女好像不会受伤 爸爸妈妈管他严了 或者爸爸妈妈太松了 所以都有受伤 那么 这个受伤 虽然化为潜意识 可是到关键时刻 常常是这样的受伤的心理 来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我要出头 本来我 讲中庸 讲论语 讲生命自觉 人家请我 出三座教育部部长 家会大众 好吧 所以郝伯春愿意 放弃他的五星上将 去接受一个 把所有的五星上将 的军阶军衔 全部都 拿掉作废 去做一个老百姓 接 一个没有作用的行政院 运长 他们心中一定是希望 我将来一定要出人头 他这一个深层的潜意识 到最后是做了他命运的决定 真正的命运是潜意识造成 所以西方就一直在修补 当然还不止这个 一般的生活中的各种状况的 写斯底里的 都还也都是从这里去 然后他们就有修补嘛 就有灵传嘛 那么 那么 荣格是受到了 东方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受到了 老子跟 易经的影响 那么他就提出了 西方所没有提出的 就是 在自我觉醒中去 意识到 自己的潜意识 然后把逐步把潜意识提升到 潜意识 他们有这种水平的飞机 可能你当时 frog天然效果 消防 口焙 nuc 大 扇 葱 由潜意识提升到显意识 以作为他们西方的临床治疗 那么这个是其他的各学派 其实也类似这么做 可是没有他非常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甚至于他们这个潜意识之下还有无意识 那么无意识就是 其实是这一群人 每一个人的最深沉的古老意识 这个古老意识 包括从最原始的生命经验的累积到文化意识的结合 上古文化意识的结合 然后完全承见到人不自觉 不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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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却决定了我们 性格的 很多选择的走向 那么他提出历史文化等等的这些问题 构成人的意识问题 所以人的意识形态不单纯是马克思所提出的 上层结构所形成的 或者是一般的某些阶级意识所形成的 他有深层的底层 他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但是荣格的心理学在西方不是那么被重视 当然也不会被忽略 可是像西方的美国 他们不太喜欢他 他认为他有太多的无可计量 无可验证的东西 所以就像朱光潜的谈完美 然后谈第二本提供给年轻人的 就是变态心理学吧 然后第三本才是西洋美术史 西洋美学史吧 他给青年人写的这些书 所以西方基本上是 从人的 所谓的变态 就是从人的受伤后的心理状态来谈 不是真的变态 变态就是非常态 非常态 也可以说是病态 具有病态性的心理学 那你怎么去修治它 中国是正向心理学 我的说法 中国是正向心理学 西方是病态心理学 或者是非正常心理学 那么中国是正常心理学 正向心理学 所以大学知道赞明明德最明确 你怎么寻找自我 西方的心理学 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夸等等 他就说找你最好的 就从你最好的做起 发扬你最好的 当你发扬的最好的 你能懂得发扬自己最好的 你所有的不足就自然消失 那么中庸 这是大学 那中庸是什么呢 那中庸就是很清楚 怎么样去找寻自己最好的呢 先从你自己的感情的好物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你最好什么 你最喜欢什么 你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 你最快乐 最得意的状态是什么 那就是中庸所讲的 喜怒哀乐之为 什么 讲不出来了 要下课了 对啊 他就是从情感入社 所以中国 这两本基本上就是中国的 如果你要说中国心理学的代表 我先提出就是这两本 因为他们是把孔孟的思想做了集结 也吸收了庄子的心理学 然后还有老子的天道论放到了里面 我们先下课吧 OK 那有朋友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要问题问呢 可以说中庸是借取了庄子的完全对 其中一生在 不要这么说 中庸吸收了庄子 但是并不是反对他的反中论 这个提取了他反中的代表 就是 不是反中是还中的 还中的 也不是 这个庄子的还中论 跟他的中庸是不一样的 还中就是在是非之上 然后取得的最大的协调 所以他第一个 如果我们讲 面对现实世界里的各种纷扰的第一步 在方法论上的第一步 就是没落以明 大家还记得吗 没落以明 没落以明就是像太阳一样 涨到最高处 然后去看 清清楚楚的去看所有的纷扰 那么再下来 得其还中 然后从这个当中 取得最大的 最正确的 判断的依据 然后得到最大的协调 取得最大的协调性 那得其还中也就是说 你能够看到 比如对真理两面 包括你自己反对的这一面 你也能够看到 反对他们之所以提出的 他们的立场在哪 能知其立场 知其出处 那就不会轻易的去做 无谓的攻击 而是会有一种同情 所以真正的错误 就是任性往违 胡乱的干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错误 所以庄子是最大的客观 还有没有问题 没 请 莫若以明是站在高处 扣其两端是弄清楚 他们的对立状态是怎么回事 他们何以成为对立 他们的根源在哪 就扣其两端 你要弄清楚 他们之所以如此 何以如此 然后你要清楚 这边何以如此 就叫做扣其两端 得其忠 孔子主张得其忠 孔子所说的是 用其忠于明 要能够找到最适当的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对立 纷扰中 找到最适当 因为总有赞成的人 总有反对的人 要找到最适当 大家都接受的那一点 然后再去做 一个政治的推行 可是庄子不是这样 庄子是要得其还忠 他要看清楚 所有事物的来龙去埋 还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我们就开始讲 我们的今天的课程 我们上次讲到第十四章 君子 君子树其位而行 君子依照他所处的位置 而行中庸之道 树其位而行的这个行 是行中庸之道 自行中庸之道 不愿乎外援 不期待 不羡慕 中庸之道 之外的 任何事物 所以树富贵 在富贵中 即使在富贵中 也可以行中庸之道 这是很深刻的 有了钱 你怎么样能够维持在 中庸之道上 维持在中庸之道 就是能够 你能够意识到 你自身的天命之为性 然后你自身的率性之为道 然后你自身的 修道之为教 这是中庸之心 换句话说 中庸之道实际上是 人心灵的最高贵的展现 那么即使在富贵中 你也不丧失 对自己最高尚心灵的追求 或者说不丧失 人类心灵最高尚的追求 因为中庸是一个 就人类心灵而言 就人类心灵的开展 它提升 它提升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君子肃其胃而行 不愿乎万 下面不是句点 它是个冒号 下面是分项而言 所以树富贵 这个树就是 居 居住的居 居于富贵 就在富贵中 行中庸之道 基于贫贱 那么就在贫贱中 行中庸之道 那么我们中庸之道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中庸一开始 那三句话 那个中庸的最基本的 开宗民意的 那三句话 树移底 哪怕在移底中 你也能够行中庸之道 不丧失你的灵魂 用今天的话讲 不丧失你的灵魂 现在有这么多的台积电的人 被美国强行的 带到了美国去 被美国政府了 那么这些人 你如何在这样的遗敌 人行中庸之道 不丧失你的良心跟灵魂 说患难 在患难中 那么也能够行中庸之道 不受患难的困顿 所以一个真正的觉醒者 这个君子是一个真正的觉醒者 生命的觉醒者 无辱而不自得 无辱 无论居于何种状态之下 无论居于何种环境之中 而不能自行 这个德是行 行为的行 自行其道 就是自行中庸之道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这个吗 这个不是强的呼应 这是另外的开展 那个比强 强还只是一种行为的表现 这个是整体生命的开展 你看好多人留学美国 待在美国很久很久 但是他心怀滑下 所谓的心怀滑下 他不忘记 我自身的民族出生 可是有的不是 有的就完全认为 自己就是美国人 一切从美国的利益着想 而不能做公平的评断 对于很多的事情 这就是不能行中庸之道 不能再公平的 来了解了四十的是与非 以及善于恶 在善未不灵想 那么下面就是 从小处具体的举例 这一个行中庸之道 在日常生活之间 最简单的表现 就是对人的尊重 对生命的尊重 所以在上位 做上司的 绝对不会 依自己的位置 而欺凌在下位的 前面的是一个大原则 后面的是一个具体的行为 在下位不原上 至于在下位的人 不攀缘讨好 为自身的利益 或者为自 因为自身的自卑 我们如果讲心理学的 深层的心理学 不为自己的自卑 而攀缘讨好 在上位的人 好 好 好 希望努力获得在三位者的青睐 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 我们努力的讨好 希望美国人多看我们两眼 这就是在下而圆了 在下而圆了 美国人没要的 我们也努力的送上去 这就是盘圆了 正己而不求人 端正自己 这个正己就是建立真正的自己 建立真正的自己 而不依赖别人 而不想一味的依赖别人 求人 就是求得了 别人的援助 也就是依赖别人 将自身的生命 将自身的生命依赖在别人的身上 如此 所得到的 最基本的收获 如此所得到最基本的收获 就是在生活中 没有遗憾 没有怨叹 那个闽南话说得好 没有怨叹 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没有怨恨 以至于到 命运决定在即 自己的命运决定在即 自己的命运决定在即 所以 对上 不埋怨老天 上不怨天 对上 不会埋怨老天 对自己不公 那么这个意思是 他不会埋怨自己 身不逢尘 有的时候 你看得很清楚 这件事你没办法发展 你失败了 好像是 实际上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发展 其实是 一个大的客观环境 所造成的 与你无关 不算你的失败 不是你倒霉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 这是很乐观的 所以上不怨天 对上 不埋怨老天 对自己的命运 不公平 下不由人 在现实的世界里 这个下 在现实的世界里 不会怪罪别人 这个又是怪罪 不会怪罪别人 所以一个真正的生命 所以一个真正的生命觉醒者 GE 这有两个解释 这个E做变动节 第一个解释做变动节 GE 这个G是处 处在变动的状态中 尽自己之力 尽自己之力 然后以待天命的发展 世事待 等待的待 以待天命的发展 那么这个意思本身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 我们在前面讲到 你都能安分守己 全力以赴 可是怪在客观的状态 它反正是变动的 你也无可掌握 那个大环境中 你在这样的一个变动中 你仍然尽本分 完成工作 然后示命 你要有一个心理 注意这是个心理问题 你要有个心理 要有个心理的空间 然后等待天命 做最后的决定 以示命 命是天命 第二个解释 是一般的注解都这样 这个意志做平易 做平易讲 君子处在一个平易的平常状态 也就是竖其位而行 就是前面的竖其位而行 以示命 然后看 以等待 天命自身的发展 他不消极 这是一种消极中的最大积极 我赶快补充 免得等一下 得民会提问题 因为你有看不见的部分 最近有学生从美国回来 然后告诉我 谁是谁 谁谁谁 谁如何如何 我有没有消息 然后其中有一个 谁去世了 他吓我一跳 因为他天天运动的 天天健身旁的 那去世了 我就吓了一跳 这不就是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 超瓷着吗 那么还有一个孩子的 也是我教过的孩子 他的哥哥自杀了 弄数学的 算啊算啊算了 很宅了 非常宅了 今天在研究室 算啊算啊算 然后觉得人生无趣 就自杀 讲起来还有他的心理性问题 可是实际上 他其实是 在这个心理上问题之外 有一个看不见的 不可确定的 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就跟后面的 有关了 鬼神 后面中庸讲鬼神 可是这个鬼神 跟我们说的鬼神不一样 就是有一个 你要注意到的 那个看不见的 推动力 你要把它纳入到 你自身的 预想之中 或是尽本分 但是 宇宙无常 会怎么样 不管它 这个在心理激转来讲 是更开阔的 小人 小人 始终坚持在生存竞争中的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话来说 始终坚持在生存竞争中的 通常 都喜欢 行写 行冒险 就是停险 挺而走险 都喜欢挺而走险 都喜欢挺而走险 那个趋势的 自杀的 他觉得人生无趣 就是算算算算个不停 当时他选择算算算算算 不是他最大的兴趣吗 所以人生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了自己 算算算只是兴趣之一 没有去开发他其他的兴趣 到了生命力衰退 这个年龄了 人生是蛮无聊的 你要自寻快乐啊 所以写书 你就快乐嘛 把抱子摊在地上 发的血都可以啊 不必说 铺上轩子 我还得买安徽的什么轩的轩子 然后磨上墨 然后吸口气 不必啊 好玩嘛 所以一个坚持在生存 竞争上 而没有生命自觉者 他们都希望 挺而走险 然后去获得意外的收获 侥幸就是意外的收获 我今天看到电视上面 有一个祖父做梦 梦见得了百万 他的孙子去买 在美国 买乐特就中一百万 像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能这么做梦 谁不要 谁不要 子曰 所以孔子说 色有似乎君子 色剑这种运动 就有一点像 君子之道 如何走向自我觉醒之道 这个君子之道就自我觉醒 走向中庸之道 施猪正骨 就是没有射中 这个猪 就是射于 射于正骨 正骨就是剑把的正中心 如果射剑 我们没有射中 失去了射中 剑把的正中心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自我调整 然后我们射高了 就把它放平一点 我们射低了 把它放高一点 那么为什么 要用户 户是天鹅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剑把 通常是这样 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图像 加一个这个 就是天鹅 因为大家射天鹅 射的最准 就是射中他的眼睛 就是射中了把心 剑把的靶心 所以这个叫做正库 射中了天鹅的眼睛 就是射中了把心 剑把的把心 当我们失守 射不中把心的时候 反求其身 其实自己 就回过头来看 我们的知识 身体的知识 正不正确 射剑的知识 正不正确 所以 注意这里提出 命运 决定在自己的抉择 命运的 或说好坏吧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自己的选择 所以 所以论语里面 才会说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不之人 一切在自己 不换人之不己之 求为可之也 只要我们去做 去努力 我们自然显现 就被看到 如果你希望 别人看到 所以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其不能 只担心我们 自己的能力不够 这三个 不换人之不己之 论语中有这三条 就是讲 一切在即 就是建立一个健康正向的心理 才能有一个生命的主体 所以我们在这里 建立了正向健康的心理 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的主体 或者说生命主体 或者说个人的生命主体 所以从这里回过头 安分守己 竖其为而行 能竖其为而行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 他的广义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 他在任何的地方 他的自由自在 所无辱就是所当之处 不自得就是自由自在 他都能依自己的性情 甚至于我们说夹带自己的天秘 而发展自己 最快乐的生活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中庸之道的前提建立了 所以第十五章 一切都从最基础的做起 因为还有一分钟就要下课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刚才下完了 这一次早一点 这一次早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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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 请 我先问一个比较现实 就是刚刚第十四章提到 君子居于市民 小的景点 小限 那如果说现实 说现在的执政党 可能到时候有可能会就是该组 就是整形政院很会该组 那如果是一个对执政党 他觉得其他人都在为了求大位 然后可能会负责口罚 但是这既然出来的时候 可能对执政党其实是有派的努力 那这个人如果讨论他自己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执政党是好的 那难道他就这样静静的等待天命 等待那个总统去邀他来入阁 还是有可能他应该要采取更清晰的方法 然后去寻求总统的认同 然后出来的机会 那如果说是一个军主应该怎么做的比较适合呢 重要的是军主居于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完全静态 不是去做一个灾难 不是去做一个灾难 这就是乾坤二挂 即使是坤挂 他一切顺着潜挂而行 潜挂是一直向前推动发展 主动的追求的 坤挂是顺潜挂而行的 可是在顺潜挂而行中 他自身有一个自我蕴藏的发展的力量 只是他不主动 不像牵挂那样主动的去追求 但是 会不会选择他天下的 因为现在的一方面是 如果我们以美国的执政者来想的话 他一切就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前提 而且不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前提 他是以民主党的利益为前提 或者以共和党的利益为前提 而在共和党的利益跟民主党的利益当中 他是不是以支持民主党的寡头大财团的利益为前提 因为拜登愿意打仗 而且愿意这样的去挑唆 愿意去为了达成所谓美国回来了 然后取得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 说他愿意到处去三风点火 所以美国的军工寡头利益集团 及其他的这些犹太大利益集团 全部都已经支持 他不是共和党的 原来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现在都支持到民主党那里去了 那么他们选拨的人必须符合于这个前提 为他们制造利益 那共和党基本上现在支持共和党的 基本上就是比较传统的 央萨的财团利益 所以不是那么很单纯 那现在以现在的执政党 他们到底想什么 他们以什么意义为最大的利益 他绝对不是以台湾的利益为最大的利益 从疫苗的问题 从疫苗的问题 然后到到目前 这个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忘了 到目前台积电去美国的问题 他不是为了台湾的利益 如果说执政党取得选民的支持 是因为爱台湾 那他最近的三件大事 我忘了其中的一件了 那是他实际上是并没有以台湾的利益为前提 他是以他们自身的利益为前提 他的自身的利益除了权力的掌握 金钱的掌握 还有美国对他的支持 所以那个 你刚才提出问题中 假设的君子合不合于这些利益呢 不合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假问题 假议题 现在的所谓的民主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后都有金钱利益 所以从政而后能出头就是看符不符合那个利益团体的需要 然后你可不可能提供那个利益团体的需要 所以现在比较难讲的部分是在这个部分 老百姓的利益根本是其次 主要的是其次 重要的是财团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我们财团不赚钱 你毛拉雅兴怎么活 你要认识几个财团的老板就知道他们的脑袋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当他们成功了以后 他们的脑袋想的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说法 中庸的说法 还有中国经典的说法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今天的一般的观点 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观点 心理学 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学 政治学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政治学 伦理学 社会主义政治下的伦理学 统统都是 不是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下的 中国的这个是 福利国社会下的心理学 他强调的是全民的利益为主 如果用美国的 用西方人的观念 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它是社会主义的心理学 所以我蛮高兴的 因为当我看了 看了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美国发表的 那个不是那个什么 最近发表的那个保护法 有没有 补贴车子的保护法 结果引起了整个欧洲的生气 对 就是它补贴 当它政府一补贴 就不是资本主义了 所以美国最率先打破 这两百年的资本主义 以市场经济为主党 的资本主义社会 欧洲马克龙去谈判 美国敷衍他 好好好 我们考虑 我们考虑 我们不补那么多 那马克龙回去了以后 跟欧洲的一些 人们 所发表的谈话是 欧洲也要来补贴 欧洲一补贴的话 就是他们联合起来 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 以市场为导向的 成为他们现在200年来的民主政治的 社会结构就破坏了 下面将是一个 可能会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都走向社会主义去了 至少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去了 所以将来 谁首读了中国东西 谁提出新理论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们一直没有办法 真正发展而有话语权 不然都是 这个媒体都是西方的 大横索控制 全欧美 所有的媒体只有三个人控制 一个就是媒多 BBC已经变成专门说假话的报纸了 还有个纽约时报 它都属于梅多系统 还有另外两个 除了这个之外 大陆之所以因为他们 毕竟还是反传统经典的 他们真的都不传统经典 他们就能取得真正的话语权 现在西方认为他们是 一系列的包括思想的价值性的 对西方做侵略 都还是针对着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可是真正的价值系统提出 超越资本主义超越一切 从人本身 是经典 只是中国人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经过这一百多年来 从清代到现在 那还有台湾的政府 还有在台湾现有的一个特殊状态下 你看曾文昌数得这么差 还是个假论文 然后他的假论文当中 他还说 哎呀是帮我抄的人抄错了 全民不以为意 然后他要做复兴政员院长 所以你的那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所以一切以利益为前提的时候 你很难有什么样的很正常的政治政见 你所有的政治政见是依附在特殊利益的前提底下 今天全世界几乎如此 那阿拉伯也一样 阿拉伯还好就是他们有个阿拉 维护某种阿拉的平整性 那何况不是以当权者为主 就像卡达 这一次举办这个世界足球赛 哎呀风光极了 然后他们尤其是整个的建设 把阿拉伯人为之惊艳 因为原先阿拉伯人最惊艳的是杜瓣 而是杜瓣 可是现在的卡达的这个展现 也让人惊艳 而所有的投资都是什么 不是所有的投资 所有的设计规划都是中国大陆 那你看今天的BBC全面抨击卡达 同时欧盟控诉欧盟的副秘书长 接受卡达贿赂 让卡达取得世界杯的施祖塞 然后他批判卡达七大罪状 你们回去看看新闻 七大罪状 所以全世界的当了一个瓶颈 基本上以利益为前提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到了一个瓶颈 还有没有要讨论 第三个问题是台湾的军兽 好像是 好像是 不是比军兽还直接的 但是我却忘记了 也议长 也不是 一个疫苗嘛 一个晶片 一个晶片嘛 还有一样 一共三样东西 它实际上完全不是站在台湾人的利益上去思考 台湾人的健康 台湾自身的利益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所谓的军火的黑道 那时那都还是小case了 可是台湾人不以为意 那台湾人要的利益是什么 大陆不要过来 我们就这么活着 保留我们的小确信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活得下来吗 你活不下来 你看 大陆把那个水产全面禁绝 还有水果也又禁绝了部分 那是我们政府不作为 去年四月他们就公告 日本都已经完备了 这个走策 我们完全没有做 所以他们 他们没有作为就代表 他们没有想到整个台湾的利益问题 跟未来的发展 损失60亿好像是 对 所以要去WTO控告 所以基本上不容易理 所以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从利益上来谈 WTO就不能控告 因为美国已经好几天没有派一个 发展的情维法 外来的三年 那两个已经在位 还有第三个美国使用 不太多 那个假情都不可能设立 所以其实丢案 现在是这一张问题 现在是这张问题 是美国在搞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如果把他 把他指定下去 就对他到美国 美国大国的法律 才是一样 所以现在的从利益为前提 重要的我提醒大家 我们讲哲学 所以我们可以离开一下现实 让我们飘在空中吧 那基本上 中庸经典所提的 其实是另一个系统性的 价值观 而是站在一个正常的 非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下 正常人生 的正常人生 所提出的观念 那虽然不足以 现在能解决政治问题 可是至少能自救 可以让我们不焦虑 素贫鉴 行乎贫鉴 如果一旦我们都贫鉴 仍然好好地磨 还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我们就看第十五章 那刚才所说的 美国的那个什么法 然后它本身破坏了 整个两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 跟民主政治 为最高的人类的法律政治理想 那现在它都走向了社会主义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机转 那么将来 我们经典所提出的 大家有能力从经典中提出了 这种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 价值观 以全人类的幸福为依规的价值观 它就可能促成一些西方有智慧者的 警醒于改变 那这样子说不定就再出一个 像现在人本心理学中的那个马斯洛 大心理学家马斯洛 大心理学家马斯洛 西方人从弗洛伊德以来 都认为人性就是这个部分 动物或者生物 动物或者生物 生存本能的 或者是生存欲望的 满足 生存本能 生存欲望的满足 那么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人性 一直如此 主宅主宰西方 数百年 几乎上千年 以至于当近代 弗洛伊德的学说就从这里正式建立理论基础 可是马斯洛就说 这只是人的基本人性 这只是人的基本人性 不是人性的权力 他提出了一个金字塔形 当然这个基本的饮食男女 我们或许就说这是饮食男女 在基本人性的基本人性被满足后 人不同于动物就停滞在这个基本人性上 他开始有爱的寻求 有归宿的渴望 有善的确定 有善的需要 有真的确定 那么二后有尊严等 满足 然后自我实现 走向自我实现 走向自我实现 那么这个自我实现 就包含自我觉醒 然后自我完成 然后自我创造 然后自我创造 如果人只停留在动物的基本本能的要求上 人就是被扭曲 然后最后会走向崩溃 这是人的病态性 这是人的病态性 那他是受东方思想的影响 然后他提出了这个思想 逐步的影响 逐步的影响 一些知识分子 一些知识分子 西方的知识分子 那促使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 同样的中国大陆 一切以人为本 这个观念的提出 其实这是传统中国的观念 但是他们放在 共产主义本身的 社会主义本身的 这个政治最终极的目的上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确确实如此 最后的终极 是以人类的平等和幸福出发 所以西方人认为 那是马克思的观点 可是我们看新加坡的 做过副总理 现在在新加坡大学的马凯硕 美国剑桥大学的 还是牛津 还是伦敦大学的 亚格马丁 还是马丁亚格 美国还有一个 罗什么杰士 他们几个常常提出 中国观念本身不同于西方 呼吁西方人 注意这些特殊的观点 而不要用自己的 偏见 去批评 去看待心 这是一种融合 虽然时间很慢 但是毕竟是一个 希望的曙光吧 那我们也要很现实地了解到 西方在今天争霸权的前提下 他们的政客 和他们的和他们的跨世界寡头的 犹太大大财团 不会轻易接受 因为这损迹他们自身的利益 可是 拥一以示命 在我们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但是不是小人 作为一个 在普通世界的君子人 我们都是君子 来上课的都是君子 我们这个课是君子课 于一般课程不同 一干课程只是小人的学术课 哪怕他讲易经 哪怕他讲经典 都还只是小人的学术课程 就像有一个很有名的 不说他的名字 他讲到最后 一定以道德结束 应该不得了了吧 然而你去看看 那个道德是什么道德 庸俗的世俗道德 不是孙命觉醒的道德 看看多少的出家众所说的 菩萨行的爱的时候 是真的大菩萨行吗 是真的在 无上正等正觉下的 大觉醒之后的菩萨行吗 这都是庸俗 其实只是个相怨 我们这个课堂可不是 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 常常提醒 你说的是什么 你就是一般世俗的观点吗 就是为了吃饭吗 如果是为了吃饭 不要说了 这是他很严峻的部分 此外就是 当然他也不反对 每个人在自我觉醒 说安分守己 这是绝对要的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有心读书的 能不能从经典的阅读中 然后有大战略的点界 以解决世界问题的眼光和能力 你不一定要去解决世界 因为没有机会 但是你又没有知道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 就像老子所说的 在世界大动乱之后 你能不能够 看到它的动乱 然后慢慢地让它沉淀 以死之轻而解决问题 你看看中国历代大动乱之后 就有人出来做这些事 完成这些事 这是在座的大家的责任 因为不可否认在教改 到现在以后 我去中学教书 小孩子完全没有办法 对文字敏感 他对文字没有感觉了 所以基本上好多年轻的孩子 不知道什么叫做责任 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对自己负责 那更何况是对其他的事物的负责 所以这个大裂痕 那将来都是靠我们大家 而修补 就像一个大倜傥 千疮百孔 然后你在这里补一补 我在那里补一补 他在那边补一补 大家把它补起来 因为我们的教改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也不知道 你看教育部说 公布教改的目的 你看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还要干嘛 他真正要造就我们的国民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民 一个国民决定国家的未来 这是第四点 没有关心到台湾的未来 还不说别的 就以爱台湾 李登辉的时候 做教改 选了几个大学 作为代表 那我是其中 我们是单科医学大学 其中的代表 我是教改的代表之一 他就说嘛 撤好等嘛 我要打散这个教育 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政治服务的 那么国民政府的这个教育 我打散它 这样才可以切断 跟中国的杜材 切断 这个中国不是大陆 是跟古老中国的 那个肚致肌带 切好等 他宁可台湾 百持五十年 一切归零 从零开始 再来说 蔡英文其实在执行 这件事 蔡英文才是真正 李登辉之子 不是陈水扁 陈水扁 还是他自己的主张 所以到底为什么 做这些 以及教育 目前我 还没有弄清楚 要造就什么样的国民 也是 这个都 我现在觉得 这种都太简化的说法 也没有错 可是太简化了 我们站着哲学的理账 要有一个新的 理论的论述性 是站得起来的 清楚的 因为如此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 在可能的范围里 竖其位而行 我们就能修补了 因为有很多的学生 都有儿女了 然后各个阶段的儿女 也都出来 问我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你要教 就你所能的教 你觉得 他们语文需要补充 教语文 你觉得人生 的某些观点 需要提供 你要跟他讨论 就是从父母开始 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五 一切从最基础的开始 君子之道 比如行愿必自尔 所以 一个完成中庸 使生命觉醒之道 完成中庸 使生命觉醒之道 就比如 我们要走远路 因为这是一个远路 闭字尔 我们都从当下走起 尔是静 靠近的静 我们就从当下走起 比如 灯高 闭字碑 就比如我们 要爬到高处 一定从低地走起 所以 诗经的小养 这是诗经小养 所以这是诗经小养的长地篇 说 一切的基础 人世间的一切基础 是跟妻子儿女 有和睦的感情 那就是家庭 从一个个人的家庭做起 他的意思 就从个人的家庭做起 如骨情色 夫妻间的感情 父子子女间的感情 就好像弹琴骨色一样 达到和谐 情感融融的地步 换句话说 家庭的重要在于 情感的和谐 就是要有爱 兄弟细细 如果有兄弟 兄弟的关系 融洽 细细 这个细是和 头和 这个细就是旧事 就是头和 他本来做乙经讲 这个细就是乙经 或者是尽量 那隐身就是说 完全的和谐 兄弟之间 能够和谐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 能够 和乐 能够和顺 而且快乐 这个和 平和的和 就是和顺 能够和顺快乐 没有任何冲突 那么这个丹 也是快乐 是非常快乐 就像喝醉酒一样 非常 那样的围醺 把他的意思 就非常的快乐 那么这就是达到中庸的基础 所以 乙儿是家 乙是和乐的和 和乐的和 而是你 所以和乐你的家庭 这个是和家分成两个 一个是和乐 你的小家庭 以至于到你的大家庭 试试房间 试试房间 这个试就是有一点 英文的privacy 有没有 私人的 称试 为什么这个试会做私人的呢 这个试 这个嘛 就是这个房子嘛 那这个字 里面的这个字 那么就是 燕子 到了地上 燕子飞来地上 干嘛 做夜窝 不是做给夜窝吃啊 就是做那个 那个 我们不是在那个什么 春天 在那个 行人道上 不是有时候看到 然后他就补出一小窝来嘛 那就是 就是 非常的privacy 那家呢 就是 发展出去的一个大家庭 都和乐 乐儿妻奴 那么重要在于 使你的妻子 这个妻是妻啊 太太 奴是子孙 都感受到 生命的欢乐 所以孔子下一个结尾 结论 父母齐顺一呼 到了这一步 做父母的 大概就 最顺心 这个顺 就是放心 最放心 这一句话就是 中庸之道 其实基本上 一切从爱开始 因为一个家庭中 能和乐 就是有爱 你怎么展现这份爱 这就是提醒很多人 在爱孩子的时候 就一天到晚骂 因为觉得骂就是爱 再不然就是权力管束 再不然就是放任 这都不是爱 因为孩子在这种状态中 他没有感受到被肯定 被真正的需要 人最真正的 最根本的 那份内在的生命情感 觉得我活着是有价值的 这一个潜意识 甚至于成为无意识 是来自于感受父母 拥有它 是父母们的最大价值 他才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 所以为什么 犹太人在1950年代 提倡吃奶粉 因为要卖牛奶了 就大家说 小孩子要吃牛奶 代替母乳 现在又重新恢复 所以要吃母乳了 什么原因 因为发觉 孩子们没有经过母亲 这么抱着喂奶 孩子们基本的生命是脆弱的 他又不安全感 因为他们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发现 还有在孤儿院的临床实验中发现 那个孤儿院里面 你到时候就去丢一个奶瓶 丢一个奶瓶 小孩子很容易生病 很容易腰抖 可是每一个护理人员 去喂奶的时候都抱一抱 紧紧地抱一抱 贴着身体 本来都没有无意识 可是发觉 小孩子听到心跳 他免疫系统是变 免疫系统就变了 同时他觉得 他的出身是被肯定的 所以古人说不出道理 他们全凭经验 一定要自己喂奶 自己不能喂奶 一定要请个奶 妈喂奶 要环境好一点 不然大家交换 就同村这里的人 一起生了孩子 谁的奶水多 谁帮着喂 奶水不足地帮着喂 所以孩子就觉得自己活着很好 所以那个生命力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大陆目前的孝道 在一般社会上还能维持 就因为父母的爱 特别是母亲 台湾母亲已经没有爱了 因为个人主义的影响下 所以孩子们是脆弱的 在心理上 那么西方心理学 那个心理智商师 这么被需要 几乎每个人都得 不只有一个心理师 可能就有好多个心理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父母 对孩子们 要求他们独立自主 入主 平均 那是纳税训练理性而提出来的理论吧 是啊 可是我现在说的是50到60后提出喝牛奶 跟这个又不一样了 这个可以连着看 从这一条线一直看 看到最近大家要喝奶了 然后鼓励母亲亲自为奶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正好结束 15章 谢谢大家 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